哈囉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健康2.0之王健康直播 我是姜坤俊 我是小可 嗨 姜醫師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來討論 就是像我們剛才一開始有看到 沒錯 那顆就是心臟 所以今天的主題好明確喔 對 就是一顆心臟 從來沒有這麼明確的 是的 沒有辦法欺騙大家 我們今天就是要聊心臟 你的心臟健康嗎 但是千萬不要忘記 要分享我們的直播 並且公開留言 就有機會獲得我們旺德電通 所準備的天明膠囊養生機 小哥一開始之前我先問你 你知道人身上哪個器官最重要嗎 都很重要吧 對 你講的都很重要 那有沒有最重要的 我覺得我都很重要 你都很重要 不要不要不要 你不要拿走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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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每個都很重要 其實每個器官都很重要 但是為什麼要特別調到心臟 因為比如說如果你肝臟不好的話 你可能可以撐很久 你慢慢的不舒服 可是心臟不好的話 你可能兩下就暴斃了 你可能當下星期可能三 你可能下一馬來就倒在地上 你可能很快就過世了 所以心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為我們每次在講 現在人很喜歡活得久一點點 不是現在人很喜歡 是大家都很喜歡 大家都很喜歡 以前人比較 可是大家都在想說 其實要怎麼活久 我每次都跟人家講 最簡單的方法 你就是把十大死因列出來看 然後每天 看你怎麼閃這些十大死因 你只能夠把這十大死因都閃過去 基本上你這個人就會很長瘦 天啊 大家都知道第一名 二性腫瘤 好幾十年都是 癌症還是在 可是反而心臟病 比較少人在講 那你曉得為什麼我講心臟病很重要 第一個 它永遠在十大死因的前幾名 第二個是 你看跟心臟有關的毛病 其實不只心臟毛病而已 像腦血管疾病 也是血管的問題 像高血壓的疾病 也是心血管的問題 也是心血管的問題 所以事實上 如果這三個加起來 他的死亡的人數 是比二性腫瘤還要高的 所以心臟的毛病 非常非常的重要 特別是女性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像他都講說 以前我們說心臟病 比較常看到倒在地上的 大部分都是男性 因為男性就很可憐 工作比較辛苦 壓力又大 外面要被老闆罵 回家還要被老婆罵 講給江太太聽 講給醫師娘聽 因為是阿Ben剛才托我跟你講的 好不好 就是你要對阿Ben 溫柔一點 不然他會心臟暴斃 對 所以我們主要在講 可是你知道嗎 現在最近 女性心臟病的機率 慢慢的升高了 特別是停經後的女性 他們有統計 停經後 每五年 因為心臟病過失的機率 就會增加了一倍 為什麼 因為我們女性的荷爾摩 基本上可以幫助女性 調節她體內的一些 三酸膽固醇 還有那些膽固醇 她的三酸甘油脂 是可以調節的 可是等到你一旦停經之後 這些膽固醇的東西 都會慢慢上升 所以停經後的婦女 我們有統計過 平均每年會增加0.5公斤的體重 所以讓她體重慢慢增加 膽固醇慢慢增加的時候 心血管疾病 當然就會上升 所以各位女性 如果你是在停經前 當然要好好愛護自己 如果你真的已經停經後的話 你更要好好的控制你的體重 跟膽固醇的面對 你因為心臟病又出現問題 好不好 心臟非常非常的重要 就像江醫師講的 不管怎麼樣 男生女生都要注意 好看一下你盡量可以避免就避免了 對 好既然今天有心臟的這一顆心臟 就不免讓我們想到最近的新聞 劉貞老師也是因為心臟的問題 然後很多人就幫她加油打氣 對 那她有聽到一個名詞 在新聞都有聽到一個名詞 就是叫做主動脈半膜狹窄 對 我先講一下那個 那個半膜在人身上有很多的半膜 你知道為什麼那個血管裡面要有半膜嗎 就是要維持血液流動的方向 你懂為什麼 因為比如說像你心臟收縮的時候 你會把血液往前打對不對 那可是心臟如果放鬆的時候 血液就會衝回來 對 可是我們不希望血液衝回來 我們希望打出去的血液 就一路往前進 所以血管裡面會有很多的半膜 它要維持說收縮的時候 就是打開 然後去舒張的時候 回來的時候半膜就關起來 血液就沒辦法另有 所以基本上半膜在人體的功用 是拿來控制血液的流向用的 可是我這樣講 我相信大家還是聽不懂 好不好 今天會有一個很炫很炫的東西 讓大家看一下心臟的構造 直接帶我去看心臟構造 對對對 所以準備了小可 我跟妳講說我每個都很重要 你不要這樣子 好 我們現在因為拜科技所賜 我們不用直接把小可解剖 就可以讓她看到實際的心臟 好不好 好 好 現在就讓我們帶大家實際來看看心臟 首先 什麼 哈囉 哈囉 怎麼樣我看不到你 你看不到我 我相信也是 所以你現在是要透過VER 直接帶我們去盔探一下 我們的心臟到底平常的代表 這個就是我要套用那個 劉 劉什麼 劉謙老師的一句話 這個就是見證奇蹟的時刻 好不好 你不要再往前 好 OK 現在就請佳醫師帶我們去看看 我們平常一直在公布的心臟 對 是 隨便看一下這個東西我們比一下 這個叫做心包膜 好不好 挑出心包膜 為什麼大家覺得很奇怪 什麼叫心包膜 就是包在心臟外面的包膜 大家覺得這個包膜是不是很像很肺一樣 沒事要這個心包膜幹嘛 這是保護你心臟用的 因為在我們人體如果受到撞擊的時候 它可以免於心臟被直接撞擊到 所以心包膜有它的用處 但是人家常常講的 如果你膽固醇太高 人太胖的話 這層心包膜就會變得很厚 就有所謂的油包心的感覺 讓大家好好的看看心臟 我們利用這個技術 我們先把心包膜給你拿掉 好 把心包膜拿開之後 這是我們人類的心臟了 好真實喔 如果今天真的有一個人 站在你的對面 你有透視眼 他的心臟大概就長這個樣子 正前方看過去 會看他的心事 這個就是左心事 左心事 右心事 如果我們可以利用這個技術 把它轉一圈 心事的後上方 這個就是我們的心房 這個是右心房 這個就是我們的左心房 好不好 好 大家看看正面 好 大家也想看看裡面長什麼樣子 如果我們把心事把它給打開 你截破心臟了 對 可以看到 這個白色的就是我們講的半膜 它就有點像大蒜 對 有點像大蒜 對 好 這邊是二間半 左邊是二間半 右邊是三間半 三間半 它意思就是說它有幾個片 你看這個地方就有三片 這有三片 對啊 這個地方就是兩片 左邊就是二間半 右邊就是三間半 好 那我們剛才講的主動脈半在哪裡 各位都知道主動脈 是從心事裡面發出來的 是從左心事 我如果往近裡面看一點點 要去哪裡 各位可不可以看到 好 那個就是所謂的主動脈半 在這個地方 主動脈半就在這個地方 那我們用另外一個角度 讓各位看得更清楚一點點 好 這個就是主動脈半 最上方的地方 對 那為什麼要有這個半膜 就是我剛剛講的 我們人的那個心臟 血流的方向是要有一定的 所以上面這個心房的血 要流到心事來 所以這個地方一定要有一個半膜 它心房收縮的時候 這個血液要跑下來 然後心事收縮的時候 這個半膜就要關起來 不然心臟就會打回去 好 它這個半膜的功用 就讓血液永遠都是從心房 流到心事 那主動脈半的功用是什麼 就像在這個地方 主動脈半就是在心事 如果收縮的時候 血液就要從這個地方打出去 那主動脈那個 左心事如果放鬆的時候 它這個地方就要關起來 讓那個血流不要跑回來 確立 對 我們這個半膜的功用 永遠都是讓血液 只有單方向的流 好 所以當你的半膜如果出問題 像劉真老師他主動脈半狹窄就指這邊 如果狹窄的時候怎麼辦 當這個心事收縮的時候 血就打不出去了 所以它久了之後 它的心事就會整個會肥大 就有心臟衰竭的現象 所以就只能夠開刀去修補這個半膜 一般來講我們可能是 直接幫它修補 或是直接整個把它置換掉 當然這就是一個很大很大的手術 好的佳醫師 你現在盡可能的 幫我們把心臟拉高一點點 OK 讓大家看看心臟 對對對 但是其實心臟的那個功能 謝謝 大家想說除了這個之外 其實心臟是非常細微的一個東西 好你不點頭乖 好 我們現在大家 醫生你在跟人家講解的時候 很容易會做一些 這是人都會的 但是我們現在很清楚的 可以透過剛才江醫師的講解 了解到原來上面的這個 主動脈的半膜狹窄 就是這個地方 就是這個地方 就會造成你的心臟的血打不出去 這個地方就會整個衰竭到 越來越大 然後就沒辦法做一些劇烈的動作 而且人常常都會傳 清楚 清楚 各位看看心臟到底有多會大 好 還要幹嘛 還要幹嘛 哇 對 這是人體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個就是我們的人體的心臟 這個血管 可以看到這個是血管 這個就是所謂的動脈血 就是紅色的 是 這個就是缺氧血 大部分就是所謂的靜脈血 你看看你一個小小的心臟 在你的胸腔 它打出去這麼多的血管 好忙喔 好辛苦喔 打到頭部 打到身體各樣地方 這是非常非常誇張的 所以我才說你的心臟 每天在幫你做多少工你知道嗎 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的愛護它 不然的話你一定會 這個心臟如果出現任何問題 這個心臟那個不健康的話 只要一缺氧的話 你這個情況整個系統全部都會崩潰掉 所以是非常非常危險的事情 看了這麼多靜態 我可不可以看一個 你心臟實際在做的時候 到底是怎麼做 它平常如果 就是我們現在在呼吸 好 一起床的時候這樣 對 正常正常如果 剛才看到 看看是沒有跳動的形 現在各位看一下跳動的心臟 各位練習 很想進去看看它長什麼樣子 我帶各位進去看看 你要進去了 如果你真的走進去的話 好 各位看到 這個就是我剛才講的二間半 有沒有看到 它一直打開 心室只要 心房只要一收縮它就打開 心室收縮它就關起來 讓你的心臟永遠都只能夠保持 從心房流到心室 天啊 真的 那我們一直講的主動脈半在哪裡 在這個地方 有沒有看到 只要心室一收縮它就要打開 然後心室一放縮它就要關起來 那劉老師就是因為這個心半膜有問題 在心臟如果收縮的時候 它都沒辦法打開 那血就永遠都打不出去 所以這個管腔就會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好不好 好 其實我 其實我蠻羨慕現在的醫學生 以前我們在念這些解剖學的時候 永遠都是那個圖譜 都不是立體的 所以我們都要看很久沒辦法想像 像有這個技術之後 我們想看哪裡就看哪裡 真的 比如說你今天想要看看那個血管的話 我們就走去血管裡面看一下 欸進不去啊 進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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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有生氣 沒有生氣 就進不去 所以這個只能看心臟 所以各位 各位看這個主要目的就是告訴大家說 心臟到底有多辛苦 所以再給大家講一下 這個心臟真的是很辛苦的一個器官 我們講說人天生我才必有用 所以每個器官其實都有它自己的功能 但是為什麼要特地講心臟 我們就再用這張立體的圖像告訴各位 你看你的心臟 每一條紅色的血 都是你這顆心臟打出去的 它要供應你整個身體所有的營養分 都要靠它 而且所有的廢物最後還是要回到它 所以你知道它一天做多少工嗎 所以我們一定要好好保護我們的心臟 心臟只要出問題你的人就是馬上倒地 好不好 好重要好重要 對 謝謝江醫師 其實這個真的很震撼 你看走過來 哇 對啊 可以擁抱你的心臟好不好 做一下心臟按摩 喔真的嗎 好好好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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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各位想試的話 可以去弄一台這台VR系統 真的是可以讓你對整體的構造 非常非常的了解 好不好 剛才看完了我們整顆心臟 也知道它真的在平常 它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對 那我們就要更好好的來愛惜它 但是現在呢 我們要怎麼樣來發現它有一些前兆 如果我們今天心臟真的不舒服了 心臟病會給我們一些什麼樣的前兆呢 對 因為我們每個人不可能每次都到醫院裡面去檢查心臟 對 所以我們常常講說如果有一些日常生活的一些徵兆 可以告訴你說你可能心臟不好的話 你只要去檢查 這樣就可以把這些疾病 在一開始就把你預防掉了 其實心臟大家都知道有一個叫做 胸口有大事 胸悶的感覺 胸悶 大家都知道齁 那你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子嗎 不知道 特別是在運動的時候 因為胸悶很多人都會有 你怎麼知道你這個胸悶 到底跟你的心臟有關係 其實就在講 你在運動的時候 你的心臟的做工是比較多的 對 所以如果你的胸悶跟你的運動活動有關係 你休息比較好 基本上你這個胸悶跟你的心臟可能就有關係 了解 像大部分人很多人的胸悶其實跟心臟是沒有關係的 是 他可能只是熱肩神經發炎 或是自己的肌肉緊繃 了解 那一種的話其實你活動一下 你會覺得比較舒緩 對 可是如果你是心臟的胸悶的話 你活動的時候你只會覺得越來越不舒服 了解 所以是可以稍微區分一下 因為現在的人其實胸悶很多 他滿多的 但他每次都坐在那邊都積在這邊 對 所以大家都胸悶 對 可是如果你這樣拉一拉就比較舒服 感覺就比較好了 基本上那個跟心臟就沒關係 了解 好 另外像我們常常講的 你有沒有覺得最近你的衣服還是鞋子變緊了 好像 變緊有幾個原因嘛 變胖 一個是變胖嘛 最常見還是變胖 對 但是你怎麼區分說如果你的衣服鞋子變緊了 跟心臟有沒有關係 很簡單 你就這樣壓下去 跟心臟有關係 對你就壓下去 如果你壓下去你發現你的肌肉整個 這個肉有沒有整個是凹下去 隔了兩三秒才彈起來 這樣不是跟水腫相像嗎 那個就是水腫 為什麼那個當你的心臟不好的時候你會水腫 因為你的血回不去 血回不去 比如說因為我們想要洽肢的那個 那個血流 還是要靠心臟的力量慢慢把它打回來 打回來 如果見你心臟不好你的血液就會激在底下 對 沒錯 血就回不來 它久了之後它就會滲出去血管外面 所以你的腳就會水腫 所以當你覺得說你的衣服鞋子最近好像變一小號的時候 我的建議就是這樣子 當然你要先去蹭體重 大部分都還是變胖 這90%都是這樣 對 但是你要小心 如果你發現衣服鞋子變緊 你壓腳又會凹下去的時候 你就要小心你可能是水腫 水腫的有可能是腎臟不好 當然也有可能是心臟不好 這個都要小心 好不好 第三我們常常看到就是 一些人常常食慾不振 另外就是覺得說 怎麼覺得我整天起來就是沒有精神 無力 很多人會覺得說像 如果到我們這個年紀這樣子的時候 大家覺得說 更年期到了 不然就是壓力太大 大家都會這樣講 但是你知道嗎 這個可能跟心臟也有關係 為什麼呢 你想想看 我們人只在活動的時候需要什麼 能量嘛 需要血液 你心臟不好的時候 你的血液就打不過去該去的地方 還養量不夠 對 你當然就會覺得你沒有力量 你就一直覺得昏昏欲碎 那為什麼跟食慾不振有關係 你腸胃道需不需要血流 當然要 安全身都需要 對 你心臟不好的時候 你腸胃的功能就不好 你當然就會覺得好像食慾不好 沒錯 所以如果你有食慾不好 又覺得好像人沒有什麼活力的時候 小心喔 你不一定只是單純的感冒而已 也不是說什麼肝不好 常常有的是心臟不好 還有第四個就是 咳嗽 咳嗽 對 特別是夜間的咳嗽 以前我們現在常常在講 很多人說 如果你白天不會咳 晚上才會咳 很像會跟你講說 你可能是胃食刀膩 對 但是你曉得嗎 這個可能跟心臟也有關係 為什麼會這樣子 當你晚上睡覺的時候 你會怎麼樣 平躺嘛 平躺 躺下去睡覺了 平躺的時候 如果你的心臟不夠好的 你的血液就會激在你的肺部 你的血液會激在你的肺部 你的肺部就會高壓 那個時候你就會一直覺得想要咳嗽 所以才說如果你有這些問題 比如說你的胸悶 可能胸悶是特別是在活動的時候 對 休息的時候會好一點的時候 你要小心這可能跟心臟有關係 第二個你莫名其妙的衣服鞋子變緊了 變緊了 你一壓又凹下去 小心你的心臟不好 對 那你莫名其妙的就是食慾不振 絕對很沒有力量 對 小心心臟不好 了解 另外就是夜間的咳嗽 特別是平躺的時候 你要小心你可能是心臟不好 如果有這些徵兆的話 你就要趕快去醫院接受心臟的檢查 那這樣意思是 今天我只是 就是只是 晚上躺下來就一直咳嗽 那其他都沒有 我也要小心 還是我就要馬上去檢查 那你就要小心看 這個就我剛剛講的 晚上躺下去會咳嗽的原因有很多 心臟不好 肺臟不好都可以 另外就是胃死到你都要 了解 所以我才說如果你的咳嗽是這樣的話 你確實應該要去檢查 因為你也有可能是衛生臟 大家也知道衛生臟如果久也會變成死到癌 所以是要小心 了解 所以剛剛講的這四大前兆 我們可以平常就來做個自我檢查 然後如果真的有什麼問題的話 還要及早就醫 那其實我們在平常除了可以看到前兆 然後讓我們來做防範之外 其實平常我們有一些保健的一些穴位 對不對 因為我們挖健康最強調的是所謂的 中西合併好不好 是 所以我們今天也教大家幾個按摩 保護自己的穴道 沒錯 因為我常常講 保護心臟最重要的方法 當然就是控制自己的三高 對這很重要 三高一定要控制好 當然我們可是三高現在很難控制 對不對 所以沒事的時候 沒事的時候就按按自己的穴道 按按自己的穴道 介紹第一個穴道就是所謂的百會穴 大家都知道其實很簡單 很簡單 就是從你的耳間的地方 往上 兩邊的耳間往上 然後頭頂正中間 兩個眼睛的正中間 往這邊 這個交叉點的地方 就是所謂的百會穴 三叉入口 對有點類似這樣 耳間上來 對 頭頂的正中間 交叉的地方就是所謂的百會穴 百會穴 你要怎麼按 就是用你的大拇指的指腹這樣壓 每天就這樣按摩 沒有很用力喔 不要太用力喔 就會脹脹的感覺 對 你每天都壓個五分鐘 早上一次 晚上一次 對你的心臟保健有助於幫忙 了解 自己也可以壓 對自己也可以壓 第二個就是所謂的曲折穴 曲折穴 曲折穴怎麼找呢 借一下小可的手 在這邊 大家看到手走這個地方 是請它微彎 就會有個凹陷的地方 有個線流的地方 對 在手走這個線的地方 正中間的地方 正中間喔 對 你壓下去 這旁邊其實有個動脈 在動脈的微微的旁邊 也是一樣 用你的大拇指這樣去壓 每天一樣 沒有很用力喔 沒有很用力喔 按個五分鐘 就早上五分鐘 晚上五分鐘 就是所謂的曲折穴 所以你的心臟也是有幫忙 曲折穴 百會穴 第三個是所謂的勞工穴 勞工穴 很簡單 就把你的手拿出來 握拳 握拳 在你的第三指跟第四指的中間 第三指跟第四指的中間 對這個地方 這裡 這裡 我剛才這樣子的 第三指跟第四指的中間 這個地方 打開 就是所謂的勞工穴 勞工穴 也是一樣用你的大拇指進去按 也沒有很用力喔 也沒有很用力喔 也是一樣 早上按個五分鐘 晚上按個五分鐘 所以請你多按這三個穴道 可以同時嗎 百會 同時 你一定要這樣嗎 你可以分開嗎 你很趕時間是不是 要五分鐘按完三個穴道 好怕心臟不好 很怕心臟不好 一般建議是分開喔 按按百會穴 再按按你的曲折穴 好不好 最後握起來的時候 再按按你的勞工穴 好不好 按照這個順序按 那這樣是有分左右手嗎 兩邊都要按 兩邊都要按喔 這樣百會穴只有一個 百會穴只有一個 另外兩個就是好不好 每天做一些動作 你在看電視無聊的時候 或是在辦公室 辦公室的時候 一手在打電腦 另外一手就按按自己的穴道 所以你的心臟保鮮 有一定的幫忙 好不好 好 介紹大家這三個穴道 三個穴道 平常在家裡面可以做一做 但剛才江醫師有講到 就是其實我們有時候會胸門 那看你什麼情況之下 你會胸門 例如說 跑完步之後 你會覺得胸很門 可能跟心臟就有很大的關係了 但是 以這樣來看 心臟不好 是不是就不能做運動 當然不是啊 只是說心臟不好 你要看你的等級 對不對 你如果自己已經重度的心臟衰竭的時候 是 我們的運動當然會強烈的限制你 哪些運動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 對 但是我們一般都希望預防剩餘治療 我們要讓自己不要走到那一步 所以在一般的正常人 還有一般心臟是微微不好的 我們反而是建議要做適度的運動 了解 適度運動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介紹大家幾個運動 就是一般心臟只有微微不好的人 也是可以做的 好的 在家裡面也可以做 第一個動作其實非常非常簡單 是 就請你 腳稍微這樣子打開 與肩頭寬 對 然後肩膀稍微放鬆一下 手也放鬆一下 然後墊腳尖 墊腳尖 好 開始小跑步 開始小跑步 重點 肩膀一定要放鬆 好 如果你很想睡覺的時候 你就雙眼做出迷離狀 這樣 像殭屍一樣 我覺得在家座 我就在家座 不要出去 就請你趕快跑 輕轉 輕轉 自動的擺 你不用特地怎麼樣 你就很自然 教練師 我在公園看到很多老人家都會這樣 所以他們其實是知道的耶 對 就這樣子跑個一分鐘 一分鐘 對 就這樣子跑個一分鐘 好 那根據你 如果你當然不要跑到很喘 那你現在喘是正常的 我在喘是因為我沒有什麼在運動 好 OK OK 好誠實喔 好 所以腳尖微顛 然後身體放鬆 放鬆 就大概跑一分鐘 OK 好 跑一分鐘之後 我們會建議不要馬上停止 因為我們不要讓心臟的那個 一下子從急凍變成急凍 那你不要停啊 不要停止 所以坐完之後 可是你也太喘了吧 原地踏步一下好不好 OK 好 再踏個30秒 讓自己慢慢停順 所以我們再講一次好了 腳尖微顛 腳尖電起來 是 然後雙手那個肩膀放鬆 手也放鬆 好 開始小跑步 好 然後眼睛做迷離狀 迷離狀 迷離狀是想睡覺的時候 喔 想睡覺的時候 對 好 跑個一分鐘之後 慢慢的停 慢慢的停 請你反步走 好不好 不要讓心臟的速度一下 從極快變成極慢 了解 很簡單 真的好做 好 接下來第二個動作 也是很簡單 就請你蹲一個馬步 馬步 大家小時候都有所謂的五下 對 非常簡單 好 請你看一下你的左邊 揮拳 一下 兩下 三下 三下 四下 五下 六下 七下 七下 八下 如果你是夜問就打十下 好不好 因為夜問打十個 打十個 我們一般人就是八下就好 打完左邊之後請你打右邊 一下 上下這樣子打 三下 其實你不要以為這很簡單 你打快一點你會出汗喔 五下 六下 七下 會不會是你穿太多 打完之後再來打 你就這樣打三圈 打下來喔 你會發現你身體會微微的發汗喔 好不好 那這個打完就起來就可以了 打完之後起來啊 再慢慢調整你的呼吸 再慢慢調整你的呼吸 對 好 做完這個動作之後 你呼吸比較平衡之後 皮順之後再做第三個動作 一樣 第三個 對 床腳打開語圈同觀 好 先慢慢的呼吸 把手擺到自然的位置 好 先吸一口氣 好 吐氣 吐氣的時候 左手往上 右手往下 這有個重點喔 就是兩隻手一直成的都是一個一字型 然後你的那個 身體的那個腰桿都一直要挺直 不能說 降歪的時候你就這樣子 不是這樣子 歪的時候是這樣 歪的時候是這樣 喔 了解了解 身體要成正的 好 剛才是吐氣 然後開始吸氣 回到原來的位置 好 再吐氣 慢慢的 擺臂動作 對 擺臂動作 好 再吸氣 再吐氣 請你這樣擺動擺八次 好 擺八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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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這三個動作 請你每天都做一個循環 每天都做一個循環 先開始小跑步 墊腳尖 好的 小跑步 跑一分鐘之後慢慢的踏步 踏個三十秒 身上回來之後 開始打拳 打拳 看左邊 看左邊 打八下 再打右邊 右邊 八下 對 再打完 打個三分鐘有點出汗的時候 好 停止再慢慢的擺動自己的雙臂 擺動雙臂 吸氣的時候 吐氣的時候慢慢的往上 往下 再吸氣回來 再吐氣慢慢的往上 往下 慢慢的回來 身體一定要維持挺直 好不好 好的 這個運動是很適合 就是一些心臟有點不好人 在家裡慢慢的做 了解 所以剛才江醫師叫 這三個動作 人在家裡面都可以做看看 那有沒有要提醒的 就是如果我們現在微微的喘是正常 如果心臟已經開始有些問題了 他在做這些運動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一些要件 所以我才說 你做運動是不能讓自己的身體不舒服的 對 所以就好像人家跑馬拉松會暴斃 其實是一些三鐵的選手 在極限的操手也會 對 那如果是你心臟有問題的人 只要做到不舒服的時候 都請你要停下來 對 另外就是如果你做運動 覺得很舒服 你也不要說我剛剛做運動 覺得好累 馬上就躺下去 也不要 一定要有所謂的濕度的延續的動作 讓心臟的速率是慢慢慢慢停下來的 好不好 了解 因為我記得小的時候 我們跑馬拉松 就是跑操場 可能跑個兩圈 老師就跟你講說 要慢慢的散步 散步到你 對 而且他說在喘的時候 不能馬上蹲下來 對 你會非常非常的不舒服 原來老師在教我們都要停 對 因為老師在講的話 大部分都是對的 謝謝 太好了 今天這樣一直教我們很多 是 但是我還有個問題 就是其實 也是最近常常聽到 這個 這三個字 是 葉克摩 他是心臟的良藥嗎 好 其實葉克摩 最早被 其實已經發展很久了 最早被人家開始講的時候 其實是因為我們的台北市長 柯文哲先生 是 沒錯 那時候救了邵小玲女士 對 對 其實葉克摩只有一個觀念而已 它就是代替你的心臟跟肺臟 所以葉克摩它的原理非常簡單 它跟洗腎有點像 洗腎是把身體的血液拉出來 然後把肺部洗掉 再打回去 就叫做洗腎 可是葉克摩的原理是什麼 它把你的血液抽出來的時候 它會經過一個人工的肺臟 再把它打回去 所以它意思是什麼 你看它有兩個裝置 血液幫浦跟人工肺 它的血液幫浦代替你什麼 代替你的心臟 它因為你的心臟已經沒力了 所以它用血液幫浦 這促進你整個血液的循環 因為你心臟打不動 它就用血液幫浦幫你打 那為什麼要有個人工肺 因為這些人可能是心臟衰竭 肺臟也衰竭 這時候人工肺 就可以幫你做氣體的交換 相關聯的 所以人體的那個 我們的科學 醫學實際很進步 像你腎不好 我們幫你洗腎 甚至現在還有肝不好 我們還有洗乾肌 可是如果你心臟不好 肺臟不好 我們就有所謂的葉克膜 幫你心肺都一起處理掉 對啊 所以像柳登老師 因為心臟手術過後 可能心臟沒有力量 所以它就按上了葉克膜 像我們有一些 車禍有些重大外傷的病人 可能整個肺部都撞爛了 可是那個是會恢復的嘛 它可能隔了五天六天之後 它肺部會慢慢恢復 可是這五天六天怎麼辦 你沒有肺臟不行 你插管 可是因為你肺臟受傷 就像你插管 給它百分之百的氧氣 它也不行 這時候就可以有葉克膜 它就是幫你的心臟做工 幫你的肺臟做工 了解 給你身體自然的恢復 了解 但是我給大家一個觀念 葉克膜絕對不是什麼神藥 好不好 很多人都 因為我們在臨床上有的病人 他癌症末期了 就說我要葉克膜 對 它就跟我說 可不可以幫他媽媽裝上葉克膜 是 我就說你的媽媽跟葉克膜 也有什麼關係 葉克膜它只有在心肺衰竭的病人 在使用 比如說像一些敗血症 你要用的是抗生素嘛 你要癌症 你要做的是化療 是 這跟葉克膜通通都沒有關係 另外葉克膜它也會用的時候 會有一些很大的併發症 因為你血液一直抽出來 你怕血液會凝固 所以你會打很多的抗淨血劑 所以葉克膜如果使用超過兩三週 那個人都可能會七孔會流血 就會出現很多的併發症 比如說腦出血或怎麼樣 而且你想想看 有時候你把血液從這邊抽出來 再打回去 這支槳會完全沒有血液 所以有人在使用完葉克膜之後 他一支的肢體會黑掉 所以有時候葉克膜使用太久 甚至可能除了出血之後 還會造成截肢 還有一些感染的風險 所以才講葉克膜一定是要慎用的 它絕對不是神藥好不好 我們通常是要經過極專業的評估 才會使用葉克膜 是 沒錯 謝謝江醫師幫我們解說 但是也要小心就是 有任何現在心臟的問題 也希望大家可以及早就醫 然後從醫師那邊獲得最正確的知識 所以現在大家都知道心臟非常非常重要 剛剛也跟大家介紹很多養生的方法 心臟要健康一定要先降三高 多運動 每次多按按自己的穴道 但是還有一個小 paper 告訴大家 就是睡飽一點 好不好 國外有研究 就是每天睡七個小時 你的心血管疾病的風險會是最低 你不要睡太多 也不要睡太少 這樣才對你的身體最健康 好不好 七個小時 七個小時 記得剛才江醫師交給我們的 三個穴位 以及三個動作 小小的動作 記得不要用心臟有太大負擔 但是也記得不要不理他 因為他真的很忙碌 對 真的很忙碌 我們今天的直播非常開心 對 將是帶我們去一揮心臟 到底長什麼樣子 也讓我們更了解他 讓我們更體恤他 重點是 你公開分享以及公開留言了嗎 記得要分享我們的直播 就有機會獲得我們旺德電通 所準備的天秤膠囊養生機 謝謝大家收看 謝謝大家 下次見 下次見 拜拜 拜拜